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辛勤劳作的结晶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 竹器就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生产生活工具 从书简到乐器 房屋交通 家具器皿 中国人当之无愧 是世界上最懂竹 最爱竹 最会用竹的民族 从古至今也不乏对竹的称赞 宋代著名诗人苏氏 在于前僧绿云轩曾写道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无肉令人瘦 无竹令人俗 人瘦尚可肥 世俗不可依 旁人笑此言 似高还似吃 富于竹筛风弄月 潇洒一生 轻雅淡薄 视为谦谦君子的寓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 竹编工艺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 而出现滑坡 其编织技艺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然而 也有不少竹编艺术家们 仍在孜思不倦地追求新的艺术 新的作品在缓缓冒尖 高坪竹编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这里是南冲市高坪区常乐镇 也是高坪竹编的所在地 这里四季分明 雨量充沛 日照丰富 气候温和湿润 土壤类型多样 自然生态环境好 辖区内生长有瓷竹 龙竹 罗汉竹 青皮竹 斑竹 男竹等各种竹类上万亩 享有川北竹海的美誉 在这里世代生活的人们 就地取材 用竹子编织鱼篓 箩筐 粮洗等生产生活用品 人们住竹房 睡竹洗 坐竹椅 背竹框 带竹笠 持竹扇 生产生活 处处离不开竹 而一件竹编产品 从砍竹到制作成品 一般要经过十几道 甚至三十几道工序 大清早从竹林深处传来密集的灭刀砍竹声 响彻整个村庄 园厅有如主提取的一件紧张的开场古典 竹编的选材取材有诀窍 于夏至后 立秋前 选取修植匀称的竹子 以避免早春竹材寒湿太重 和青霜后 涅皮易脆的笔端 高频竹编 选择柔韧性极强 表面无划痕 无色般的瓷竹为原材料 接着 那砍下来的一捆捆瓷竹 被一个个厚实的肩膀 从竹林深处 静悄悄地扛到了半山腰的马路上 锯竹是制作竹编的第一步 两脚将锯竖立夹住 上下滑动来回几下 一根长长的竹子就被锯成小段 然后开始去除竹青 为了美观和提升价值 在实用性竹编中可除可不除 在精细观赏性竹编中 几乎都是选择去除竹青的 随后便开始破竹 灭将师傅 一手握刀 一手扶竹 一刀下去 啪的一声脆响 碗口醋的竹子就被劈开 对铺再对铺 铺成粗细均匀的灭片 根据编织的需要 把灭片铺成灭条 或者灭丝 撕灭 就是将灭片开层 把灭片剔成薄薄的灭条 一根灭 起码要在刮刀与拇指的中间 拉过四次 手拉出来的灭 厚薄匀称 细腻柔软 每一片都比纸片还轻薄 撕下来的灭条 分为青灭和黄灭 轻灭丝柔韧且极富弹性 适合编织细密精致的灭气 加工成各类极具美感的灭制工艺品 黄灭柔韧性差 难以铺成很细的灭丝 故多用来编织大型的逐灭制品 铺下来的灭条 由灭酱统一捆扎好 准备好用于编制的材料后 便开始进行防虫 防霉 防变色处理 统称三防处理 使用常用的双氧水和清水 比例为1比3 加热配好的药水 用一个专门的容器装好 进行加热和水费 再把浸泡好的面条 规矩地放入容器中 继续加热15到20分钟后捞出 捞出后的面条 用清水反复冲洗 随后把清洗干净后的面条 平铺晒干 用以制作灯笼的粗面 可在太阳下暴晒 用以制作主化的细面 太过脆弱 只能放置阴凉处阴干 只需几日 灭条就完全晒干 此时便正式开启 竹编制作之路 竹编灯笼的编织技法 有很多 高频竹编 主要以挑一压一 编织技法为主 在编织主编灯笼骨架的过程中 灭匠用数十根灭条交叉 编织成一个同心圆 这个过程称之为打底 长长的灭条 像毛线一样 在一人的手中显得既柔滑又听话 然后用挑一压一法 继续编织 把朝左的灭 编入朝右的灭里面 随后便开始上模 把刚才编织的打底部分 套在其中一端 把相同形状的木片 组装成一个灯笼的形状 这个步骤是为了方便 让灯笼沿着模型编织 以免编出的灯笼形状大小不一 然后便开始了轻巧的编织过程 灭条纵横交织 上下翻飞 经过多子交叉 缠绕 腾挪翻转 编织出细密均匀 精巧牢固的各种灭制品 在整个编织过程中 要将灭条不断拉紧 收紧 修整 以达到严谨 密实 精致的效果 不同编织产品对颜色的需求也不同 高频煮边 主要选用无毒无害的植物染料 对编织灭条进行染色处理 主要颜色有红色黄色等 把灯笼放进加油燃料的容器里 煮上二十几分钟便可捞出 此时的灯笼已经彻底换上了新衣 灯罩是灯笼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高频煮边 选用的是上好的羊皮纸 羊皮纸具有隔热功能 而且光线柔和 色调温馨 装在家里 能给人温馨宁静感 把羊皮纸灯罩 装入灯笼后 还需要把一根木条 不断旋转卷成圆形 套在灯笼两段 以起到更好固定作用 随后 便开始 竹编灯笼制作的最后一步 刷漆 刷漆不仅可以保护灯笼的原色状态 并有防腐作用 延长灯笼的使用寿命 刷漆结束后 防御干燥 通风处晾干 一个完整的灯笼 就基本做好了 2009年 原高频区搬竹箱计划 发展竹编产业 希望通过打造竹文化产业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当地领导曾多次到眉山市清神县考察学习 认识了手艺精湛 颇有口碑的万学 他们盛情邀请他来高频发展 作为竹编产业的领路人 也是那一年万学学注册成立南冲市高频区搬竹竹艺有限责任公司 致力于推广竹编技艺 带动竹编文化产业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 万学的公司竹编工作人员 大多是来自班竹箱的留守妇女 留守老人 其中大部分又是残疾人 我们对他们进行一个技能培训 然后让他们培训完之后能够居家灵活 就进就业 让他们征收 体现他们自己的价值 正是在万学的带领下 他把飞仪与当地的竹编技术相结合 使南冲市高频区的竹编 成为了一个村民致富的品牌产业 高频竹编 针对当地留守村民 这类体力不强 文化不高 又不能外出务工的特殊群体 万学为他们量身设计 好学 易上手 见效快的工艺 与实用相结合的竹编产品 竹灯饰系列 我今天起司机 那是万种在里面 我们在里面 因为我们在里面 我们是自己 老板东们 管理员那些老板东们很好 还少了我们那些老子 他让他来也不要 我也不要 他给我们来 他给我们人 人都要 也给我们来 受人以鱼 不如 受之以鱼 近年来 高频区 深将非宜传承 同乡村振兴的紧密结合 主推群众 增收致富 目前 高频区 已设立15个 非宜就业扶贫车间 带动超过500户 贫困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 高频竹编 除了制作竹灯式系列以外 还有独具特色的竹编画 竹编画制作 所需要的灭丝 非常纤细 几乎和头发丝一样 而且十分轻薄 丝越细越匀 画就越精越美 灭丝的粗细 直接决定了 竹编画的品质高低 像我们现在编的这个 是一厘米十二丝的 就是一平面条 它还没有一个毫米那么快 如果在最细的地方 它的面部表层之间 还需要表现得更细腻的话 我们还要把一丝分之两丝并 那么就是一个厘米里面 就有三丝多根丝组成 这样子的 就是越细 它的工业价值越高 蓝多就越大 体现的 编出来的 呈现的效果就越好 竹编画的编织手法 形式多样 竹丝灭片 进行挑压交织 一般称被挑压的灭为精 而编织的灭为尾 由精与尾的挑压 可以编织出千变万化的图案 从而制作出千姿百态的竹编起物 挑上压下 精尾交错 黑白相间 美妙绝伦的图案 就在交织中缓缓显现 高频竹编的传承与发展 不仅真实地反映了竹编记忆 历史演变过程 而且对保护飞移 宣传推广普及飞移知识 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的基地是建在乡村的 我们在乡村 只要是有工厂在那边 有人参与进来 他们能就地体现自己的价值 挣钱 我们的乡村就更有活力 包括以前的扶平攻坚也是一样的 我们只是延续这条路再走 我们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乡村的人就多了 可能就会跟我们的乡村振兴 添砖加瓦 为进一步挖掘 培养竹编行业优秀技能人才 弘扬传统指线技艺 有效妥宽就业创业渠道 助力乡村振兴和消费帮扶 充分展示南充地方文化特色 大力宣扬南充飞移传统文化 每年的三月 常乐镇都会举办 竹编人才技能大赛 选手们通过理论 考试加实际操作的方式 同台竞技 充分展现高频主编工匠们的 职业技能水平 今年也是该活动开展的第六年 我们的飞椅的话 要把它让众多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 把我们的这种技艺普及出去 通过我们的记忆来产生一定的 不管是社会效益也好 经济效益也好 这算是我们飞翼的一种魅力嘛 竹缅来回穿梭 编织出了村民的致富梦想 开拓出产业振兴的创新路径 让竹编工艺得到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 让世界关注竹编这一中华文化瑰宝 高频竹编是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战场上的 一个致富圆梦的缩影 飞翼文化的传承也将焕发新的升级与活力 我们这种竹编产品它是生态环保的东西 而且也是非常有灵性的东西 都是通过手工制作的 我觉得它的前景应该是很好的 因为现在不是都在大力提出文化自信吗 会更多的人来关注它 关心它 而且来支持它 扶持它 飞翼高频竹编会越走越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